朋友们好,现在开始上课 上一讲我们讲了轴上零件的轴向固定方式 也就是用轴间固定 就是用轴间固定 轴间固定是轴上零件轴向固定的一种最为常用的方式 它可以承受很大的轴向载荷 那么当用轴间对轴上零件做轴向固定时 轴间的圆角半径是有要求的 轴间的圆角半径是有要求的 那么我们要使轴间的圆角半径小R 小于轮毂的圆角半径大R 这样才能使轮毂的端面和轴间的端面紧密的贴合在一起 实现这种定位和固定的要求 那么我们要使轴间高度小H大于大R 这样这里才有接触 才能够紧密的接触 这样也是 要使轴间的圆角半径小R 小于倒角C 这里边轮毂是一个倒角 倒角的尺寸是一个C1 还要使轴间高度H大于这个倒角的高度C1 对于滚动轴程来讲 这里面这是滚动轴程的安装 那么滚动轴程这里有一个圆角半径 我们就要使轴间的圆角半径小于滚动轴程的圆角半径 这样才能使轴间的圆角半径小于滚动轴程的圆角半径 这样滚动轴程的端面才能靠紧在轴间的端面上 靠紧在轴间的端面上 那么对于滚动轴程来讲 这个D是它的内径值 它有一个DR最小是41 是41 这里在这里 对于滚动轴程来讲 这里有个定位轴间 定位轴间的高度 定位轴间的高度 这里如果是610735的话 就不能超过41 这个轴间的高度 这个直径不能超过41 6207 这是6307 是不同的滚动轴程 因为不同的滚动轴程 它内圈的厚度不一样 所以对这个直径的要求也不一样 但是它不能超过 这个不能大于内圈的高度 这里面RA有一个最小 RA有一个最小 就是滚动轴程的 RA是滚动轴程的圆角半径 滚动轴程的圆角半径 这是滚动轴程的安装尺寸 那么我们介绍滚动轴程的安装尺寸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选择这个轴间的高度 和这里轴间的圆角半径 轴间只能对轴上零件采用单方向的固定 但是单方向并不能在轴上完全的固定一个零件的位置 所以我们必须把轴间和其他零件配合起来 实现轴上零件的轴向双向定位 那最为常用的这里有一个套筒固定 有一个套筒固定 你看这里是齿轮 左边呢是用轴间定位了 右边呢它可以动 它可以向右动 而滚动轴程呢 我们再来看滚动轴程 滚动轴程这里 它可以向左动 没有套筒时它可以向左动 如果用套筒定位的话 这个齿轮就完全固定住了 这个齿轮完全固定住了 既不能向左动 轴间挡着它 又不能向右动 套筒挡着它 这是第一种 轴间和套筒联合起来 第三种是圆螺母固定 当轴上啊 两个固定件之间的距离太长 套筒也太长 或者是没法采用套筒的时候啊 我们采用圆螺母固定 采用圆螺母固定 这里边有一个螺纹 这里有一个螺纹 那么通常采用的是细压螺纹 在螺纹上拧上一个 两个圆螺母 这里前面讲过 加工螺纹的部位 要留退刀槽 是大家以后结构 改错而注意的地方啊 有螺纹的部位 这里并一定要退刀 挑螺纹之后 然后退出去退刀 有个退刀槽 然后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这样的位置 螺纹的位置 为了使螺母紧紧的贴在 这个齿轮的端面上 我们看退刀槽呢 应该在这里而不能出来啊 这条线不能出来 这样的话呢 就拧不进来了 这是没法采用套筒 或者是套筒过长的地方 我们可以采用 圆螺母固定 这里轴尖和圆螺母 配合起来 使齿轮在左右两个方向 都不能够 都不能够有移动 套筒固定 圆螺母固定 轴端挡圈固定 在轴端 这里边是轴端 那么在轴端呢 常常用一个轴端挡圈进行固定 轴端挡圈什么样呢 轴端挡圈什么样 轴端挡圈是这样一个圆形的啊 一个圆形的 然后这里加上一个锣 加上一个锣钉 拧到轴里边去 拧到轴里边去 然后啊 这里再加上一个垫片 给它折边 让这个锣钉不能转 锣钉不能转 这里啊 也是这个 这个垫片 前面我们讲的 锁紧的 锁紧的这个部位 这里边进去 然后在这儿折边 轴端挡圈 用于轴端 用于轴端 轴的端部 对轴上零件的固定 当采用套筒 螺母 轴端挡圈 做轴向固定时 为使套筒 螺母 轴端挡圈 靠近零件 端面 靠近零件 端面 设计时 应该使装 零件的 轴段长度 比零件 轮毂长度 略短些 什么意思 大家来看 这是 轮毂的宽度 B 我们为了使 这个套筒 紧靠在 这个齿轮的端面上 就要使 这一段 轴段 L的长度 小于B 那么 B呢 等于L加上2到3 B等于L加上2到3 否则的话 你想想 如果L大于B的话 那么这个套筒 顶紧的 是轴的这个端面 而不是轮毂 所以这些轮毂可以在轴向产生微量的串动 所以我们为了使轴上零件定位可靠 要使相应轴段上轮毂的宽度 大于轴段的宽度 这里也是一样 那它是B的话 这段轴的长度要小于B 这样才能使罗姆的端面靠紧在轮毂的端面上 而不至于因为这段轴段过长 使罗姆靠不上轮毂的端面 不能实现这个轮毂的双向固定 轴端挡圈也是一样 要使这个轴段的长度小于上面的轮毂的宽度 这样这个轴端挡圈才紧靠在轮毂的端面上 还有一种轴间和弹性挡圈联合起来定位的方式 用弹性挡圈需要在轴上开槽 然后把弹性挡圈嵌入到这个槽内 对轴的强度削弱比较大 通常用在承受轴向力很小 或是有突然的轴向串动这样的地方 弹性挡圈形状是这样的 在轴上开槽 然后把它嵌入到这个槽中 所以因为开槽嘛 对轴的强度啊有一个削弱 另外再有一种紧定螺钉 靠紧定螺钉对轴上零件进行轴向固定 它能承受的轴向力比较小 前面说的弹性挡圈承受的轴向力也比较小 但是呢这个紧定螺钉啊 同时还能起到周向固定的作用 轴向固定啊 前面我们都讲的是轴向固定 但是呢这个紧定螺钉 同时还能起到一个周向固定的作用 讲到周向固定 我们就来看看轴上零件的周向固定措施有哪些呢 为了传递运动和转据 或者因为某些需要 轴上零件还需要有周向固定 圆周方向的固定 需要有圆周方向 我们讲现在轴向它不能串动了 但是圆周方向轴转 那轮毂不跟着转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考虑周向固定 周向固定啊 我们就参考轴毂连接 我们第六章讲过了 周向固定方法有这么多 一个是采用键连接 这里边在轴上开有键槽 然后把键打入 在轮毂口中 轮毂的桶上也开有键槽 然后靠着键的侧面 使轴和轮毂连接起来 承受转据一起转动 键连接 这里是花键连接 花键连接周向固定呢 要比平键连接 一般的平键连接要更好一些 要更好一些 它可以传递更大的载荷 传递更大的载荷值 因为它有多个 轴向均步的图示和凹槽 而且呢 对轴的强度削弱也比较低 这个呢 是一种成型连接 因为有了这种成型连接 这个特殊的形状啊 使轴和轮毂 不能够发生相对转动 不能有相对转动 所以轴转 轮毂一定要跟它一起转 这个呢 是弹性环连接 我记得六章 我们跟你讲过啊 这个叫做杖套 叫做杖套 那么受力的情况下 是越拉越紧的 靠着弹性环 靠着弹性环 使轮毂和轴一起 没有相对转动 那么这个杖套啊 把轮毂的内圈越仗越紧 然后呢 它又杖套的内环 又紧固在轴上 使它们互相联合起来一起运动 还有销连接 销连接 就是在轮毂上和轴上都开有一个销孔 然后把销子插进来 这样呢 它们可以一起传递转据了 再有一种就是过影配合连接 让相应的轴的尺寸大于骨孔的尺寸 这样呢 它们之间也不会有相对运动 这种叫做过影配合的周向固定方法 那么周向固定的方法呀 大致上啊 大致上有这么几种 另外我们前面也讲过 还有一种追面固定的方法 等等等等 这是主要的方法 周向固定 那到这里呢 轴上零件啊 的轴向固定和周向固定 你就是定位安装要求 定位和固定要求 定位和固定的要求 制造安装要求 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 再来看加工工艺性 我们还要满足加工工艺性 所以加工工艺性 就是考虑了退刀槽 月成槽 以及剑槽的布置等等 看这是加工螺纹 这是加工螺纹的情况 这种三爪卡盘 卡上这个圆缸 然后再端部呢 我们加工螺纹 螺纹的长度就这么多 所以加工到一定长度之后 我们要退刀 为了防止打刀 这里我们加工一个 螺纹的退刀槽 在这里加工完毕之后 迅速的退刀 在退刀的过程中 刀具走过的位置 不会超过B的宽度 退刀槽 这里要装滚动轴承 那么这个面呢 我们要求它很光滑 这个面也要用磨去 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 一般砂轮呢 都有一个圆角 砂轮有圆角 如果没有月成槽的话呢 加工完毕之后 这里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圆角 就会使轴上的零件的端面 靠不紧这个轴尖的端面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 开有一个砂轮月成槽 一个砂轮月成槽 在磨削这个 背缘面的时候 靠一下这个端面 靠一下这个端面 因为这里有月成槽了 所以砂轮的圆角 不会在轴上形成加工痕迹 不会在这个根部 形成加工痕迹 也就是不会形成很大的圆角 那么当这个轴段上 装上轮骨之后 端面呢 还会和这个端面紧密的靠贴 就是要有退刀槽 月成槽等等 另外这个剑槽 剑槽啊 这个端部呢 尽量靠近这个端面 好装 这个剑槽呢 也尽量靠近这一面的端面 而不要往这个端面上靠 装配供应性 装配供应性要满足哪些呢 一个是合理的阶梯轴直径 看这里要形成个阶梯 这里有个阶梯 这里也有个阶梯 这里也有个阶梯 为了好装好拆 要是合理的阶梯轴直径 轴端导角 轴端 这里导角 这里也导角了 如果是采用过用配合的话呢 这个轴端的导角啊 一般都做成10度 做成10度 形成一个引导部位 形成一个引导部位 先装进来 然后再压进来 另外 要满足轴承拆卸要求等等 满足轴承的拆卸要求 这轴承要拆 这个轴承也要拆 所以这定位轴间的高度 套统定位的高度 都要有一定的要求 有一定的要求 满足轴承拆卸的要求 这是赤轮啊 这是轴承 赤轮 这也是轴承 轴承盖 还有连轴器 第三个轴的结构设计 满足的基本要求是 提高轴的强度 提高轴的强度 措施有哪些呢 第一个 合理布置轴上传动零件的位置 合理的布置轴上传动零件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 如果一个输入 有两个输出的话 通常把输入布置在中间 两边是输出 把输入布置在输入轮布置中间 让输出轮在两端 而不是把输入轮布置在一端 那么输出在同一侧 看看这种布置方式 那如果输入的转据是T1加上T2的话 输入的转据是T1加上T2 那轴上承受的最大的转据是T1 最大转据是T1 如果按这种方式布置的话 输入转据仍然是T1加上T2 可是轴上承受的最大转据呢 是T1加上T2 就是同样的情况下轴上的转据 这种高这种低 所以对强度影响呢 这种就不好了 这种要好一些 要把如果有两个输出 要把输入轮布置在两个输出轮之间 这个不同的支撑方案将影响轴的支撑跨距和刚度 这是轴承 但是这是脚接触轴承 这都是脚接触轴承 这是脚接触圆均的轴承 是脚接触球轴承 这也是脚接触球轴承 后面我们讲轴承的时候 我给大家介绍 不同的支撑方案将影响轴的支撑跨距 我们看方案A和D的支撑跨距大 这是方案A 支撑跨距 你看这样不止 这样不止 那么支撑跨距这么大 和B比呢 这个是背对背 这是面对面 它的支撑跨距就小了 这个支撑跨距就比它要小 再来看这一种呢 这个支撑跨距C 这个呢 这种跨距是L2 这2啊 显然要大于1 所以A还有D的 方案A还有D的这种跨距大 Bc的跨距小 但是A的旋B短 A的旋B短 旋B要短 在这里 在这里也是L4 它这个L4短 可是B呢 旋B要长 这个旋B长 再来看这里 啊 A的旋B短 B的旋B长 这是不同方式 不止啊 会有哪些影响 再来看 合理设的就设计 轴上零件的结构 这是一个卷筒 这是一个卷筒和轮毂的结构 现在呢 是把卷筒和轮毂的配合啊 分为两段 在这里支撑一下 在这里支撑一下 中间是空的 而这个呢 卷筒和轮毂的配合 很长一大段 啊 很长的一个大段 那我们来看 在同样情况下 它弯具的分布情况吧 这是有很长的配合 弯具分布是这样的 很明显 这个最大弯具 要大于这种情况下的 最大弯具 因为这里有支撑 这里有支撑 所以弯具到这儿 然后就平的 到这儿也是平的 这个弯具最大值 小于这个弯具的最大值 而且这种布置方式 卷筒和轮毂的配合面还长 配合面长 配合面长呢 加工又比较困难 所以这种方式 要强于这种方式 改进轴上零件的结构 以减小轴的载荷 那么我们通过 改进轴上零件的结构啊 也可以减少轴上的载荷 这是一对齿轮 然后呢 是一个卷筒 卷筒掉一个重物 这是第一种情况 齿轮传动 经过一个支撑 经过一个支撑 再有一个卷筒 第二种呢 没有支撑了 齿轮直接连在这个卷筒上 齿轮直接连在卷筒上 那我们看受理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方案A中 周一是既受弯具又受扭矩 既受弯具又受扭矩 这里承受弯具 这里承受一个扭矩 既受弯具又承受扭矩 这里 这里受一个弯具 这里承受一个扭矩 既受弯具又受扭矩 而方案B呢 我们看做成这种形式了 它只受弯具的作用 方案B只受弯具的作用 没有扭矩的作用 所以方案B啊 它可以有效的减少 减小轴上的载荷值 第三个是减小应力集中 轴上啊 轴径变化处 也就是阶梯轴处啊 这个应力集中都非常大 所以为了减小应力集中呢 我们尽量增大这个轴间过渡处的圆角半径 可是呢 我们前面有限制 这个圆角半径啊 又要小于滚动轴承的圆角半径 轮毂的圆角半径或者是倒角的长度 但同时呢 我们还要有大圆角 如果不能满足的话 怎么办呢 增加一个过渡尖环 增加一个过渡尖环 或者采用凹切圆角 凹切的圆角 用圆角就比这种直角 应力集中要小得多 就是轴间过渡的结构 另外呢 尽量避免开槽孔 切口或者是凹槽 尤其是用合金钢制造的轴上呢 因为它应力集中比较明显 所以应该尽量的避免开槽孔 切口或者是凹槽 那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方式呢 配合 就是过迎配合轴段上呢 往往应力集中呢 是在表面上很明显 所以我们配合轴段上呢 要加工卸载槽 这里有一个卸载槽 那这里呢 也有一个卸载槽 轮毂上有一个卸载槽 如果是加工进槽的话 我们前面说呀 尽量不要开槽和孔 但是呢 要是有剑槽的话 又是不可避免的 用盘状洗刀加工的剑槽 这是盘状洗刀加工的剑槽 要比用剑槽洗刀 就是利洗刀加工的剑槽 在过渡处对轴的截面削弱 较为平缓 就是这种情况下呀 应力集中比较大 而这种情况下 应力集中比较小 看这里是一个圆滑的过渡 这里直上直下 尤其是下面这一个部位 应力集中非常大 第四个呢 是提高轴的表面质量 提高轴的疲劳强度 那么有表面强化 碾压 喷丸 还有表面沾火等等 轴的表面超高度啊 和表面强化处理方法 也会对轴的疲劳强度产生影响 如果采用对应力集中啊 表较为敏感的高强度材料时 表面质量啊 尤其要注意 轴的表面越粗糙 疲劳强度也越低 因此应该合理减小轴的表面 及圆角处的加工粗糙度值 第二个 表面强化处理的方法 主要有表面高频战火等热处理 有表面渗碳 氢化 氮化 氮化 等化学热处理 还有碾压 喷丸 等强化处理 通过碾压 喷丸 进行表面强化处理时 可以使轴的表层 产生 预压应力 从而提高轴的抗疲劳能力 这是提高轴的表面质量 前面我们讲了 进行轴的结构设计时 要注意的这么三个大的方面 注意这么三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制造安装要求 一个是定位固定要求 再有个提高轴的表面质量 讲了这么三个需要注意的方面 那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 轴的结构设计了 先看轴的镜像尺寸的确定 来看镜像尺寸第一 在哪呢 最小轴径处 最小轴径处 出算轴径 并根据连轴器 尺寸定轴径 那我们出算 出算一个轴径 通常呢 我们经常采用的转轴 这是一个转轴 按照扭转强度 算出这个最小轴径 然后这里有一个建槽 增大5% 并不是增大5%之后 是多少就是多少了 因为这上面安装连轴器 连轴器的内孔啊 它不是任一个值 有一个系列的值 只是一系列 并不是无数 所以这个直径 还要考虑你所选择的连轴器 在承受相应转距的情况下 内径的尺寸系列 第二是连轴器的轴向固定 第二这个轴段啊 这个轴段的直径 要考虑连轴器向右的轴向固定 也就是这个轴间的高度啊 要按照手势算出 要算出 足以可以固定这个连轴器 一般呢 这个高度等于0.07到0.1倍的第一值 轴间要远整 远整成标准直径系列 这是第二 第三 第三这个轴段上 这端有套筒 这端有滚动轴程 既然有滚动轴程了 所以它一定要满足滚动轴程内径系列 滚动轴程内径系列 我们下一章要讲 那么如果是在20到500之间 滚动轴程的内径系列呢 都是5 尾数是5或者是0 内径是5或者0 在20以内呢 有几个特殊的 比方说10啊 12啊 15啊 等等 那么有几个特殊的要求 一般呢 为了便于轴程安装 第三 第三 到于第二 这里面有个第二 加减1到2 加减1到2 但是一定要注意尾数是5或者是0 这是满足 内径系列要求 第四 第四这一段呢 是装齿轮的 第四 这段轴径上要装齿轮 要便于齿轮安装 一定要比第三大 大于第三 1加上2个毫米 比第三大 1到2个毫米 第四 第五 第五啊 这又是一个定位轴尖了 它要考虑齿轮轴向固定 轴尖的高度呢 等于0.07 到0.1倍的第四 和这里的轴尖高度的计算公式是一样的 0.07到0.1倍的第四 算完之后呢 要远整到标准的直径系列 第五 再来看第六呢 第六 它这边的轴尖啊 这边没有什么用处 这边的轴尖对滚动轴尖进行定位 所以轴尖轴向固定用 复合轴尖拆卸尺寸 插轴尖手册 这个值 那么对于不同的啊 不同的滚动体啊 不同的直径和宽度系列 这个轴尖的高度啊 啊 可以计算出来啊 可以计算出来 这个是第七 这样呢 各段轴径啊 这个项尺寸就都初步的定出来了 合不合理到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这个轴径是出算的 根据这个出算的值 考虑箭桃的情况 考虑轴上零件的布置情况 定位安装拆卸等等要求 那么我们把各段的轴径选出来了 初选出来的 这是画的草图 轴的轴向尺寸怎么定呢 现在镜向都定出来了 那么轴向怎么定 先来看箱体内壁位置的确定 这个是箱体内壁 这个也是箱体内壁 在箱体当中装的是齿轮 装的是齿轮 那我们来看H 就是齿轮端面距离箱体内部的 内壁的宽度是多少 我们为了让齿轮旋转时 不碰上箱体内壁 齿轮旋转时 不要碰上箱体内壁 通常我们把齿轮端面 距离箱体内壁的宽度 去10到15个毫米 这个H 齿轮端面距离箱体内壁的宽度 去10到15个毫米 再来看A A A 是整个箱体内壁的位置 是箱体的左端面距离 右端面的距离 我们取B加上两个H B是齿轮的宽度 加上这边的H 再加上一个这边的H 然后这个A应该圆整 应该圆整 这是箱体内壁位置的确定 第二个 轴承座端面位置的确定 轴承座端面 这个是轴承座 把轴承装到箱体上的轴承座当中 轴承座端面的位置是C 这个C呢 怎么确定呢 这个C怎么确定呢 这是箱体内壁 这是轴承座端面 那这个C怎么确定 这个C 我们让它等于小 德塔 加上C1 加上C2 加上5到10个毫米 这小德塔呢 是箱体壁厚 箱体有个壁厚 这是箱体的 足的面 然后到这里有个壁厚 我们在这看不见 为了拧 这个轴承座上的螺栓呢 我们要给这个螺栓留一个板手空间 这个板手空间 根据螺栓尺寸不同 是C1加上C2 这个到手冲中 我们可以查出来 C1加上C2 然后还要加上5到10个毫米 这个确定了 这个确定了轴承座的端面位置 C1和C2是螺栓白手空间 那么B呢 大B在哪里 大B在这儿 是轴承座的这个端面 距离轴承座这个端面之间的距离 左右两个轴承座端面的距离 是大A A呢 是相体 相体 内B之间的距离 加上两个C 加上两个C 这边一个C 加上这边一个C 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定了 这个位置也定了 轴承在轴承座孔中位置的确定 这是一个轴承座孔 那么轴承的位置在哪合适呢 这个位置或者往这边 或者往这边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呢 我们来看 这是相体内B距离轴承端面的位置 这个位置啊 我们用达它来表示 用个大达它来表示 这个达它 值应该尽量的小 减小支点之间的距离 减小跨距嘛 也就相应的减小了弯距 达它尽量的应该小 但是呢我们还要使这个轴承的 整个轴承啊都坐落在这个轴承座中 而不是说让它突出出来 所以呢我们还要取这个达它 应该用油润滑石啊 达它去三到八个毫米 三到八个毫米 如果用止润滑石啊 通常呢还要在轴上加挡油板 所以这时啊这个达它就大一些了 达它去十到十五个毫米 十到十五个毫米 如果油润滑不需要加挡油板 那么我们取三到八个毫米 这是轴承在轴承座孔中的位置 也就是轴承端面距离箱体内壁的距离 达它 轴的外伸长度的确定 我们来看轴的外伸长度的确定 当轴端安装弹性套注销连轴器时 这是轴承端盖 这个是连轴器 如果安装的是弹性套注销连轴器 那么我们应该流出往下卸这个注销的这样一个位置 你看如果K的宽度是这么多 这个注销就卸不下来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距离啊 再加大 把K的距离再加大 加大到可以自由的装卸弹性套注销 如果使用突原式连轴器时 这是突原式 那么突原式连轴器呢 我这里要卸一个螺栓 这里面要卸轴承盖上的螺栓 那K值呢 就应该由螺栓的长度确定 这个螺栓卸下来 螺栓应该能够清空自如的 从这里安装状态下卸出来 所以这个K要大于这个螺栓的长度 如果轴承盖啊 和轴端零件都不需要拆卸时 轴承盖不需要拆卸 轴端零件也不需要拆卸时 或者拆卸时呢 这个螺栓也有自由的空间 所以我们一般啊 把这个K值取越小越好 不碰上就可以 取5到8个毫米 这是轴端外伸长度的确定 所以我们就看轴的设计吧 第一是初算轴径 并根据连轴器尺寸定轴径 第二连轴器轴向固定 那么我们根据轴尖的高度来定 第三到第七 我们前面都讲路选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 箭槽宽臂和箭槽身梯 这个根据轴的直径查手册 这里有个箭槽 箭槽有个宽度 还有一个深度 我们根据轴径 比方说第一 第一是22的话 我们去查 对应于轴径是22的 箭槽的宽度和深度 这里面第四对应于箭槽第四的 对应于轴径第四的箭槽的宽度和深度 大L等于0.85小L L是有箭槽的轴段的长度 我们看大L是谁 这里 这里 箭槽的长度 在这 箭长L 箭的长度 大约0.8倍的有箭槽轴段的长度 这个 这个箭槽的长度是多少 比方说这个轴段长度是100的话 那么这个箭槽的长度去0.85 箭槽的长度呢 就是85 L1 根据连轴器尺寸确定 来看 L1 这个是L1 L1 从这个端面到这个端面 这是半连轴器的宽度 半连轴器的宽度是从这到这 那么我们这个L1的长度呢 根据这个宽度来定 比它稍微长出来 一个毫米 也无所谓 或者就是这个宽度 这是L1 再来看L2怎么定 L2是连轴器的端面 距离滚动轴承端面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里要有一个轴承盖的厚度 这里要留出来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K 选B的长度 再来看L4 L4呢 等于B减去2到3个毫米 L4在哪 在这里 这是轴段的这儿 轴段的长度 等于轮毂的宽度B减去2到3个毫米 为了使套筒和轮毂紧密 靠在一起实现轴上定位 所以相应轴段的长度要小于龙骨的宽度 这是L4的确定 再来看 L5 L5呢 等于1.4倍的H L5 在这儿 在这儿 这是轴间的宽度 也叫轴环的宽度 这个宽度等于1.4倍的这个定位轴间的高度 等于1.4倍的定位轴间的高度 这是L5 L7 L7呢 就等于B B是轴长的宽度 L7 从这儿到这儿 这个呢 就等于轴长的宽度 等于轴长的宽度 现在我们看长度上还有哪个尺寸没定 4 5 6 6 6 是定位轴间的端面 距离滚动轴长端面的距离 这个要根据赤轮端面 距离箱体端面的距离 还有箱体端面 距离轴长端面的距离而定 这里是一个一个大达这里是一个H 然后减去这个定位轴间的宽度 就是这里边的这个L6的值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这里头是一个大H 这里头是一个大达 这两个加起来 前面已经定了 加起来 再减去定位轴环的宽度 就是L6 4定了 L3呢 L3是多少 3是这里 滚动轴承的端面 距离 齿轮端面的距离 那这里有一个滚动轴承的宽度 再加上一个套筒的宽度 加上一个套筒的宽度 一般套筒取 套筒这个宽度 这个怎么定 这个怎么定 滚动轴承的宽度可以查出来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 是一个Δ值 这里又是一个H值 就定出来套筒的宽度了 通常这一段和这一段是对称的 长度是相等的 相对于齿轮对称不止 这里这个Δ 大Δ和大H都已知 所以这个长度 套筒的长度已知 这里边滚动轴承的宽度 可以查表 所以这一段L3求出来了 L2我已经讲过 是轴身盖的厚度 再加上我们K值的选择 根据连轴器的不同情况来选这一段 现在呢 不但是直径确定了 而且长度尺寸也都确定了 那么我们不就可以求 这场跨距 还有力的作用点 以及弯距和扭距了吗 然后拟定轴上零件的装配方案 轴上零件的装配方案呢 对轴的结构形式有很大的影响 下面呢 是减速输出轴的两种装配方案 我们来看 第二种方案啊 需要一个用于轴向定位的 这样一个长的套筒 那因为有个长的套筒啊 那你加工这个长套筒给加工带来了麻烦 不如第一种好 第一种采用什么样的呢 第一种这里采用一个轴间 在这里又有一个轴间 对这个滚动轴上进行定位 而这里采用了套筒 那么这是一个短的套筒 这边的固定齿轮 这边固定轴长 然后其他部位都一样 只不过是下面呢 在这里采用一个短轴间 长套筒和这里一个长轴间短套筒 其他形式都一样 所以第一种方案好 因为它的套筒短啊 套筒短 现在呢 我轴件算出来了 跨距位置确定了 第一个作用点确定了 剩下的呢 就是轴的强度教合计算了 就是轴的强度教合计算 在进行轴的强度计算之前 那么我们有这么四点 是要说明的 第一个 把阶梯轴简化成简质量 把阶梯轴简化成这种简质量 赤轮 第二个赤轮 带轮等传动件 作用于轴上的分算力 在一般计算中简化为集中力 那么均步的力 我们给它简化成为一个集中力 并且力的作用点 在轮源宽度的终点 在这里 那么哪怕它是均步的 沿着尺宽均步的力 那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要把它简化成一个 作用于轮源宽度终点的一个集中力 第三个 作用在轴上的转距 转化为轮毂宽度终点算起的转距 那从轮毂的宽度终点 开始算起的这样一个转距 第四个 轴的聚乘反力的作用点 就是聚乘反力的作用点 和轴乘的类型有关 这种 这种就是深根求轴乘 那聚乘反力的作用点 在轴乘宽度的一半 而这种角接触 角接触轴乘 这圆椎滚子轴乘 还有角接触球轴乘 它的聚乘反力的作用点 那距离轴乘端面有个距离A 这个A值可以通过查手册 来求出来 一般情况下简化计算时 我们也可以把它近似的 去周乘宽度的一半 这样跨距位置就定出来了 看 我们先是把阶梯轴换 简化成了一个简直量 然后把均步力 给它简化成一个集中力 并且作用在轮毂宽度的终点 然后支反力的作用点了就是 而支反力的作用点 和轴乘的类型有关 一般情况下没有角接触 就是轴乘宽度的一半 如果有接触角 角接触轴乘 那么我们去查作用点距离周乘 对面距离A 这个A值根据轴乘类型去查 如果简化计算的话 也可以取成周乘宽度的一半 好 这一点就简直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好 这个A值根据